大家好 我是Tim哥 好嘿 欸 便宜手機推哪一台 推... 推... 便宜手機 我不推推 大家存多一千嘛 7000級 不行啦 我們今天要講的便宜手機 我們頻道快要播80萬耶 趕快訂閱一下喔 感謝 阿里阿多 3Q 謝謝 好啦 我們今天要講中階 中階的Sony的新款手機吧 好 我覺得這點大家一定會有很多意見 但是我會覺得 你如果是要找CP值 我覺得你從來不會因為CP值高買Sony Sony有它的特點跟它的特殊之處 我覺得它有它的優點 我們今天就要講這一點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開箱 Sony Xperia 10 Mark 5 唉唷 你可以看一下喔 而且我們會跟上一代比較一下 我覺得今天我們要聊 其實並跟之前開箱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更多是說 我們做1 Mark 4的時候 老實說我那時候沒有說 但是Tim哥跟我們都會覺得 好像大家有興趣比我們意料的多 因為我們都是買7000級的 對對對 而且其實在1 Mark 4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覺得 這並不是一隻性能強的旗艦手機 沒錯沒錯 對 那為什麼會很多人選 我覺得還是使用族群的問題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打遊戲 沒錯 那它有它的優點 尤其1 Mark 4跟現在的5 我覺得它很簡單 它就是現在 最輕然後有防水最強的手機 沒錯 這定位真的非常明確 對 那現在它又是 因為是21比9螢幕嘛 對 那上一代的Fore是6吋 那現在是6.1吋 其實那個大小握 多0.1吋耶 真的非常舒服 而且它還變輕一點點 嗯 它還輕了2公克 哎唷 然後又是IP65 IP68 而且它拍照也進階到4800萬畫素 如果我們真的講它的進化的地方 我覺得 沒錯 第一個就是主相機部分的強化 對 它改成新的4800萬像素 但是要跟大家提醒 它輸出一樣是1200萬 它主要是會換到更好的夜拍 跟日間的細節 那更重要其實不是像素提升 是港幻眼鏡的尺寸變大 它變成1.2吋 所以其實進光量跟以前比是 以前的1.6倍 而且一樣有光球防走震 所以在這個等級下 它的主鏡頭算蠻不錯的 而且我們還是要說 其實在中介機 我們之前跟鏡品相比啊 真的還是有一點 就是它是有2倍的望遠鏡頭的 對 這點真的蠻少的 沒錯沒錯 因為大部分的中介機 我們會戲稱它附什麼 微距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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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用的 難道真的沒有用嗎 沒有用 沒有用 但是2倍變焦有用 對 我們通常說 如果你要2顆鏡頭 一定是主鏡頭跟超廣角 因為超廣角有就是有嘛 然後再來第三顆的話 其實大部分 就是變焦了 對變焦一定是變焦 那它還有2倍變焦 我覺得是比較優勢的 然後再來還有比較大的進化的地方 它有 欸 地體聲雙喇叭 上一代沒有是不是 對上一代沒有 所以這次也進化 因為Sony 這幾年都是21.9 沒錯 現在看電影 電影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對 21.9 加上又有力聲喇叭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加分 而且包含它也可以擴充機 擴充 然後一樣有耳機接口 對 然後跟上一代相比還有一個小進步 就是它RAM 從6GB加到8GB 8GB也OK啊 對 我知道看到這邊 或是你還沒看到這邊 你可能就已經開始回聞了 CPU用695 695 對 但695 如果你不打遊戲 一般使用 很夠用嗎 好啊 我覺得還是Kimoji問題 但是你要反過來說 就是上一代的優點 這一代有計程就是 它電力真的是超級強 我會跟大家說啊 就是 我測的電力表 你測數字 它上一代跟這一代 都是21小時半左右 這樣很夠用啊 而且你要注意喔 CMail的測法是這樣 是要跟大家科普 它測其實是測80% 到20%的這個區間電量 所以其實它使用時間 測試時間還要再乘以1.4倍 還是要超過 因為你是20到80而已 對 然後這是連續使用 所以就是說 你如果連續來打遊戲上網 一直搜網 看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整天 我們好朋友 對啊 孕語也有做嘛 對 它去南部嘛 然後兩天不充電 一直玩一直玩一直拍照 真的可以讓足足使用 兩天沒有問題 它為什麼可以一直玩一直拍照 然後都不幹別的事情 真好 算我們看一下照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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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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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天 好 好猖獻喔 看完照片可以吧 但是 還要講一個缺點 一個缺點 整個 還是我覺得真的要講處理器 695的問題 我倒是覺得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玩遊戲 但是他連帶帶來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錄影會限制在1080p 30fps 所以目前來講錄影的話 我會覺得這是比較大的缺點 雖然儘管他主鏡頭的 像防震或空眼鏡變大 所以錄影像品質比較好 但是他並不算是優秀的錄影手機 OKOK 好喔 那我們講這麼多 適合什麼樣的族群的人 我覺得千度的使用者吧 有些學生喜歡打電嗎 他就喜歡 有些小朋友是喜歡打電 打打電 對 快打旋風嗎 那是我 歡迎挑戰 我的遊戲玩家ID放這個 快去公開 你接受挑戰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不用了 你們不用挑戰了 我就會贏他了 下禮拜參加比賽 小巷有辦比賽 我要參加 你有我不敢參加的 在鬆菸而已喔 旁邊而已 我本來想說很遠地方 我就不想參加 快報名 等一下 導演笑什麼 我老闆燒是被捅成電 我幫你把捅成電回來 歡迎捅成FIT 然後跟我打電動 好繞回來 我們來看手機 那你如果使用信考量來講 你不玩遊戲 應該說你不是玩重度遊戲 那你就是滑滑網頁 很足夠 而且它又是防水 對然後電力又強 因為我們目前 你可以大家看我們所有評測手機 我們只要200克 我們都已經說輕了 對 然後它是159克 對 這兩道是我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價格也還OK 然後你追劇啊 看影片 聽音樂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內建記憶體128不是很大的 但不要忘了它可以擴充記憶卡 對不對 所以一樣也是可以用 你就買128GB 然後擴充一個SD卡 那我們剛剛講的錄影 但是錄影你說1080不夠用嗎 老實說如果你只是在一般的 平常的朋友間的Share 其實也是很夠用的 是啊 對不對 就看你的需求吧 我覺得它其實它是一個特點 非常明顯的手機 對 你又不喜歡 那你就不是它的TA 但是如果你是鎖粉的話 我跟你講 我還是很推One Mark 5 直接上旗艦啊 我們就這樣直接講 下半年會不會有心機 私心 私心說 Pro i不知道會不會有二代 喔Pro i會不會有二代 OKOK 這傳聞更大 那我覺得算滿期待的吧 因為今年其實從六月開始下半年 很多手機都會發 嗯 好那今天是講Sony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呢 欸 我跟你講可以去門市摸一下 那有什麼問題啊 你可以在這邊留言 好就這樣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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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5 Mark 5 Mark 4 5 Mark 5 唉唷 這名字好聽喔 再一次再一次 來收 來 好難唸喔 5 Mark 5 好難唷